256.香港經濟日報 風險為納升繼續薄反彈 2015年7月14日投資理財B01投資專輯希臘脫歐的危機暫解除 加上內地股市繼續反彈 刺激港股重上25000點關口 短期可繼續薄反彈 希債援助協議達成內地股市連升第三個交易日 午後歐元區領袖與希臘達成債務協議 見B03分息希債有望解決聚焦美國家息 刺激期上升 期全日上升322點或1.3% 收報25224點 國指上升1.2% 收報1203點 可惜成交縮減至1368億元 內地股市方面 上證指數增升穿4000點 最高見4030點 但美市回落 收報3970點 升2.4% A股重磅股如內銀股 保險股 石油股下跌 資金儲傾向買入中小型股 中小板子及創業板升 3.9%及5.8% 跑贏大盤 另外 366隻股份作日復牌 但並未有拖低大市 內地獲盤形勢方面 四大藍籌 歌別發展 股指期貨則低水幅度擴大 中正500股指雖升 但美市波幅大 留意本週五是本月期指交割日 短期股指走勢刑是焦點 短期而言 中港股市連日反彈 短期反彈姿勢或持續 施及國指昨日已重回25000及12000點以上 以第二季高位至上週低位跌浪反彈0.5倍計 施及國指反彈首目標為25712.25700區 及12836.12800區 至於內地股市 本週五為股指交割日 國家隊或會持續互盤 現貨可望靠穩 上正有望穩期於4000點以上 以上月底至今滴浪反彈0.5倍計 反彈目標4275點 內地股市仍全林擁中谷隔央 內地股市走勢仍不太明朗 一來 兩融發展走勢不明 中正監推政券賬戶實名制及限制虛以虛戶等 指在管制場外配製 另方面 兩融如額上週五指跌回升 往後兩融如何健康發展 對內地股市中指揮《輝》 而來 內地散戶過往中情中小型股 及創業板指 但這類股份近期爆煲後 散戶又會否轉投大型股 仍要觀察 在需要消化之前升市的海貨出逃 以探索下一階段健康發展方向之下 內地股市可能需要較長時間上落整股 策略而言 中港股短期仍取反彈階段 可逐薄反彈 留意短期股份走勢可能變得分化 薄反彈而選一些 股大升的板塊 如核電股及公路股等 另外 可留意國策相關的題材股 此階段個股走勢仍相當波動 薄反彈同時留意鹽手指4 您用這個動謀的耳機 必須回家 您用這個動謀的下旬 整個動謀的領域